在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三千多件文物中 大多数随葬品保存完好 有些精品还是首次发现 所有这些珍贵文物 不但反映出契丹族发达的物质文化 更反映了契丹与汉文化 甚至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 成为研究聊戴社会 政治经济的重要食物资料 公主和驸马都是头枕丹枕 身穿丹丝网衣 戴金面具 胸前佩戴婴络 另外公主带有金手镯 金戒指 金荷包 金针筒等 而驸马则佩戴了 研刀 研锥等 在中国中国中世纪考古发现中 同一个墓葬中发现数量如此之多 质量如此之精的金银工艺品尚属首例 陈国公主和驸马墓葬的金器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 仅就数量而言 专家推测 这个墓葬中使用的黄金在1.7千克以上 白银更是多达10千克 金器 包括金面具 八驱式金盒 漏花金盒包 双龙纹金镯 小金筒 镂空小金球等 多达31件 墓葬中还有高官两件 腰带六条 都是用金银玉石等材料制成 华贵之气 由然而生 陈国公主的高官 类似于高筒 官两侧为长方形立翅 卷边 官外表面有火焰 凤鸟等图案 显得气韵生动 驸马的高官 正面赞刻凤鸟 飞鹤和道教人物形象 暗示皇家对道教的尊崇